水 音樂 嗨大家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在哪裡 應該看不出來吧 但是有沒有看到我這一身 看起來 非常像是長頸鹿裝 沒有啦我現在不是長頸鹿裝啦 其實這個是 黃金石碎裝 你知道我在哪裡嗎 有沒有看到我胸前的兩個字 看得出來嗎 是不是人家一個假面超人 沒有啦田中馬拉松 我現在人在田中馬拉松的起點 那今年呢 算是它十週年的賽事 可是今年呢 非常可惜 因為一些疫情的因素考量之下 所以今年算是停辦了 但是不要灰心 大家還有線上的這個田中馬可以參賽 那線送田中馬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可以參加 但話不多說 我們在跟大家分享這些好康之前 我們就直接先開跑吧 Let's go 我記得去年在這邊開跑的時候 因為我排的太後面 所以這邊出發的時候卡超久才出發 然後這一段就是去年的拱門 應該是在這邊 但今年自己來跑沒有拱門 所以大家自己想像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往前前進 那田中馬呢 其實在一直以來 它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補給非常的豐盛 我們今天是有一些自備補給啦 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準備了哪些補給吧 出發 Go 我們現在大約跑了一公里 旁邊都是麥田 超級漂亮 跟我的衣服一樣 十歲 接下來這段路就是 繼續往高鐵站前進 那去年我記得是 跑到這邊的時候 我才慢慢的跑離開人群 不然你看人超多的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繼續出發 今天我的任務就是幫梁哲瑞補給 至於他補不補得到 就看到他自己造化 今天真的是太熱了 我通常 我們現在已經在高鐵站的後方 我們通常跑山谷林 但是不用喝水 但前面已經是我們第一個水站 就是三公里的位置 真的太熱了 還是喝一下水好了 水啊 水啊 欸 欸 欸 幹嘛 幹嘛 滾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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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跑到 這邊應該是 東張路 我記得去年這一段路上 超級多師補的 有很多廟啊 或是一些團隊 都有來這邊師補給大家 前面就即將右轉進去 跑在田中比較小巷子的地方 這邊好漂亮 可以看到超級多田 然後今天天氣真的是太熱情 現在已經是十月份 竟然還這麼熱 我記得我去年跑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快六公里 然後前面應該就是下一個補給點 那補給站這邊的志工 超級熱情的 就是 我記得他好像跟我說 好看慢 會沒有龍蝦可以吃 所以要跑快一點 我們快到第二個補給點 看一下鳳梨索 趕來了沒 我一定要好好修理他一下 剛剛竟然不讓我喝水啊 嗯 嗯 胡子 哇 終於給我喝水了 水自己拿自己拿 這次呢 田中馬拉松 他是以線上的方式來舉辦 那其實舉辦的過程啊 他這次也舉辦了非常多 就是線上的優惠活動 就是大家只要一起 不管在什麼地方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然後只要上傳這個跑步資訊 就可以一起來湊這個里程 那只要大家上傳的里程 超過4000公里 富邦跟三光米呢 就會一起捐出這個 4000台金的米 給這些防疫英雄 所以真的是號召大家 一起來參加這個很好的活動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啊 不管你在哪裡 完成這個線上跑的活動 只要你上傳數據 你就可以獲得這個澎湃大禮包 那這個禮包的內容呢 非常豐富 所以真的很邀請大家 一起來參加 那他這次呢 也有一些組隊的活動可以參加 只要是參加這個線上跑的活動啊 前10名里程數最多的個人或是團體 其實都可以獲得非常好的精緻大獎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組隊來挑戰 把這個累積的里程數啊 慢慢往上衝 每位跑者只要跑40公里 富邦就會以跑者的名義 幫大家種一棵樹 16萬公里這個數字呢 是田中滿今年跟富邦的大目標 很希望可以在這次的活動下 種下4000棵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完成 16萬公里這個目標 我記得去年跑到這邊的時候 這一邊的補給站都是豆花 真的是豆花耶 你要粉圓還是一豆 我粉圓我粉圓 去年這一站 我真的是來不及吃 因為我去年太充了 欸這個好像鮭魚卵喔 甜中滿就是要這樣邊吃邊跑 才會過癮嘛 欸好爽喔 欸還是用走的好了 不然會撒出來 剛剛吃完豆花 又沿著一路過來 這邊就到了 我們上一次 跑經過地下道的時候 我記得這個地下道的地方 就是有人在播放音響 超級嗨的 然後去年這邊 就是會有過去跟回來的 跑者的那邊匯集 所以我們要往地下道前進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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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教練 有回音欸 出來了 繼續往前 這邊 這邊就是 上一次我們 已經跑到要接近遮斑點 然後要上一座山之前 最後一個 小坡 出來了 目前已經15公里了 半馬已經過了 算是三分之二 吃一下果膠 通常 半馬大概在過了 8到12公里 可能中間會先吃第一包 那如果 還想吃第二包 通常會建議大概在 14到16公里這邊左右 可以吃第二包 在前面這邊 等一下就要開始 小 上坡的爬坡路線 所以我們現在補一下 等一下準備上坡挑戰 我們剛跑了一整段山路 終於來到這半馬折返點 這邊是 戰天宮 也就是半馬最高的點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 跑回到 田中馬的 補一下 吃雞啦 不要吵啦 吃雞小人雞 吃這個做頭雞 來啦 頭雞不吃雞 你不要吵 你看我沒有跑在上坡 我現在 跟你一起跑啊 together 來啦 我吃雞啦 吃菜啦 撥的雞啦 是雞補金耶 我幫你留左腿啦 來啦 欸 欸 真的不等我 烤得很久耶 YES 田中馬 抵達終點 我的2021田中馬 成功 哇今天的賽事真的是 算是回味無窮啊 去年的比賽 一路上這樣比過來 真的是今天回味了一次 而且沿途啊 我們還是經歷了很多這個補給點 我記得去年田中馬 就是整場賽事很重要的啊 就是真的是 人情味非常的充足 一路上遇到超多熱情的鄉親 真的太棒了 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來參加 線上的田中馬拉松 上傳你的跑步數據 到田中馬拉松的官網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線上跑的活動 只要你不管上傳的任何里程 只要有上傳成功 就可以獲得澎湃的這個玩賽禮 那玩賽禮的部分啊 你只要支付200元的這個運費 你就可以收到完整的玩賽禮包囉 那我手上拿的這一堆呢 其實就是今年十週年的這個 線上EXPO所推出的這個特別產品 有沒有看到這兩顆爆枕 是今年十週年的限定爆枕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到他們EXPO官網看 然後還有這個 有沒有看到 跟我襪子一樣 今年呢特別推出了兩款限定的這個跑襪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是還蠻好穿的 我今天也穿成它 跑完了整個半馬賽事 然後我肩上P的這個 也是玩賽大浴巾 接下來我身上這個 今年的十歲 倒浪紀念衣 真的是蠻好看的 而且它有抗UV的功能 而且我看到裡面我最喜歡的啊 就是這個保溫杯 這保溫杯超級有質感耶 而且這邊很低調之外 後面有看到 十週年 然後這邊一些田中馬的這個 當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設計 都在上面 有倒催啊花啊 然後田中 有沒有看到小小的次藏在裡面 非常好看 最重要最重要的 這個真的是 欸很棒 我去年看到很想買沒買到 還好它今年還有繼續推出 有沒有看到這個 好搭啦 這個是田中馬限定的這個啤酒杯耶 超級好用 家裡剛好缺這個杯子 而且可以看到杯子上面啊 其實還有一些它的特色設計 這個是鳳茶 就是田中人非常熱情 到處都看到鳳茶的蹤影 那剛剛那個是米昌的設計 這個是鳳茶 所以非常棒 我覺得回家喝啤酒一定很過癮 OK啊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體驗這個 田中馬的這個線上賽事的這個過程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影片還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參加這樣的 線上馬拉松的賽事 可以一起做工藝 還可以讓富邦一起幫我們種樹喔 好我們已經收到澎湃禮包了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你只要參加這個田中馬的線上跑啊 任意上傳一筆數據 就可以得到超級豐盛的這個澎湃禮包 那要怎麼獲得呢 你只要上傳一筆數據之後 然後支付200塊的這個郵寄費 就可以收到像這樣的禮盒啦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到底有什麼豐富的獎品吧 可以看到一個滿滿的袋子 陶瓷的完賽獎牌 這也是他們今年特地去做的 非常漂亮的一個陶瓷獎牌 人生補給意 聊廢草 重點是裡面有這個 田中馬澎湃完賽禮包的這個刮刮卡 聽說這個刮開 可以想在線上EXPO的這個折扣優惠 我們趕進來刮看看 我們可以獲得什麼吧 我的是結帳想95折優惠 趕快把這個遮住 等一下還可以去買好康的東西 裡面呢還有一些像是網品的這個折架券 甚至是稀提的 都有一些折扣券在裡面 而且他們也提供了一雙襪子 海鹽錠 跑馬必備防磨膏 唯利炸醬麵 海鹽芝麻餅 水跟肉乾 還有泰山提供的這個純水跟石谷寶 讓大家在跑完之後 可以好好地補充一下 最後還有兩盒這個利士德 好啦那以上就是幫大家開箱 這是田中線上馬拉松 如果你完成上傳紀錄之後 有什麼樣豐富的澎湃完賽物資啦 那也邀請大家 如果接下來有參加這個線上跑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戰隊 可以在戰隊的地方搜尋 哲瑞Jerry 就可以加入我的隊伍 如果不知道在哪裡 也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連結 就讓我們一起跑戶台灣 捐贈更多的米 種更多的樹 一起來立體田中馬十周年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還沒看到 我們下支影片見到 快點太多了 只要看見他 快點兒 我們下支影片見到 我們下支影片見